刘备发动汉中之战,派张飞手下变,张飞分兵守顾山,须张声势吓唬曹红,不料被曹修识破,于是兵败而回。 刘备见张和独守广石,于是亲自带万鱼精兵,趁夜抢袭,结果无功而返。 接着派陈氏占据马铭格道,又被徐晃击败,道路狭窄,陈氏部许多军士自己跳下山谷,死伤惨重。 这是刘备与曹操巅峰对决,双方精锐进出,将星云集,持续近两年,本期视频详解此战经过。 公元217年,法政游说刘备发动汉中之战,刘备赞同出兵,拉开了汉中之战的序幕。 刘备兵分两路,先派张飞、马超、吴兰等攻武都郡屯屯于下边,阻挡关中曹军增援汉中。 一路由他亲帅黄中、赵云等,带领主力部队进攻曹将夏侯渊聚首的杨平关。 张飞、马超大军到达武都郡、敌人雷定等七部落万余人响应。 汉中方面,征锡将军夏侯渊、荡寇将军张和、平寇将军徐皇守杨平关。 夏侯渊看刘备大举进攻,形势不妙,立刻向曹操求援。 十、曹操以晋绝为魏王,曹操认为夏侯渊兵多,杨平关无忧,但夏便一带还没有曹军助手。 于是任命曹洪为主帅,帅虎抱齐都尉曹修,偏将军曹真,始终心脾会和雍州刺使张继一同前往汉中。 临行前,曹操对曹修说,你虽是曹洪的参军,但实际是这只兵马的统帅要对这只军队负责。 曹洪是曹修的亲叔叔,听到曹操的命令后,就果断把大小军务推给了曹修。 公元218年春,张飞、刘吾兰、梅童、任魁刘手下汴城,自己和马超屯于顾山。 曹洪军队抵达夏遍附近后,张飞立即摆出大战的态势,气势骇人,吓唬曹洪。 曹洪不知虚实,果然被张飞震慑住了。 于是勒马不前,左右徘徊,弄得军心浮动。 此时,刘备主力部队都去对付夏侯渊,派给张飞的兵力不多,只是让他们去阻断曹军援军,面对曹洪大军。 其实,张飞心里也很慌。 张飞看出曹洪在犹豫,就一边令吴兰军坚守下辩,一边派戏作四处放言,大张旗鼓地对外宣传,即将出兵切断南下曹军的归路。 曹洪果然不敢进军,担心大军深入后会被张飞截断退路。 众将狐疑不定,战机稍纵即逝,在这关键时刻,曹修看穿了张飞的外强中竿,说。 张飞的军队如果真的要切断我军后路,就应该隐蔽地行动,暗中设服。 如今却先虚张声势,说明这只是张飞等人的移兵之计。 我军应该趁敌人尚未集结大军之时,尽快击破吴兰。 一旦吴兰被击败,张飞的移兵就毫无意义了,必定会自行退走的。 于是曹洪依曹修的建议,率军直袭下辩。 三月,张飞没有料到曹洪只是个吉祥物,军令皆出自曹修之手。 曹修率领的虎豹级大军,对下便发起突袭。 吴兰兵少,被曹修骑兵击溃,部将雷同,人魁拼死抵抗,最终战死沙场。 吴兰残兵撤退,途中,因凭敌人强端斩杀吴兰,传守于曹操。 三月,张飞队阻断曹军援军任务失败,只能引兵而退。 四月,刘备大军抵达杨平关外,此时的杨平关是张鲁抵抗曹操石建造的。 在走马岭上横山铸成石鱼里,杨平关一守难攻。 刘备在此处,与夏侯渊对峙了一段时间,无法攻克。 夏侯渊派张和屯兵于广石,广石的位置大概在缅县西北,爱压口,至茶殿一带。 因为长期驻兵需要靠近水源,根据地图综合考虑,广石在茶殿附近。 此处与杨平关形成击角之势,既可以待机切断刘备军后路,又可保证陈仓到畅通,让魏军进退自如。 刘备有些着急了,曹军援兵随时可能感到自己是拖不起的。 不如先打较弱的张和部,提振一下士气,解去自己的后路之忧,同时还可尝试从北面绕迹汉中。 于是刘备挑选精兵万人,亲自率领,沿举水进入陈仓道,到达广石。 广石的地形应该立于防守,刘备万余精兵施展不开。 于是刘备将大军分为石部,以车轮战的形式,连夜对张和驻守的广石发动强袭。 张和没有防备刘备夜袭,危机时刻。 张和帅亲兵在阵前与刘备军殊死搏杀,拼死血战。 打退了刘备军的轮番攻击,最后守住了广石据点。 刘备剑突袭失败,短时间内不能攻克广石,只能率军退回。 不死心的刘备又派毙将军陈氏再次沿举水进攻马明德道。 只要占领此处要道,就能切断张和与夏侯渊的联系。 夏侯渊得知情况后,派徐晃前去迎战。 千年前的马明格战道具体地点已经不可查找,只能推测出大致的位置,应该在广石与阳平关之间。 史书记载徐晃攻破陈氏军在狭窄的战道上,陈氏军相互推庸。 很多士兵不愿被杀,跳下了山谷,率死者慎重。 假如徐晃军攻破陈氏军后,如果还有力气追杀三到四公里,就到了菊水河谷。 这里山高谷深,道路曲折难行,河水湍急。 陈氏军或许在此处也遭受到了更惨重的损失。 刘备得知陈氏兵败,急忙派冠军将军竹鹰接应陈氏退回。 这时候,刑事对刘备已经颇为不利了。 自开战以来,下边,广石和马明格道三战皆赴,士气大受打击。 刘备旅攻杨平关不克,已经对峙半年之久,于是急输一周增兵。 当时后方留守的主事人是诸葛亮,由于巴蜀地区这几年连年征战,人力资源非常紧张。 于是他咨询蜀郡从事杨红的意见。 杨红当即表示,汉中必须要夺下,所以现在就算到了男子当战,女子当运的地步也一定要发兵支援前线。 下期视频,想解汉中之战定军山。 喜欢就点赞关注,您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感谢观看